大家好,我是彩虹 如果家里有一斤牛奶,能做什么吗? 快来学这个简单又营养 全家都能吃的消暑甜品,才合适不过了 将一斤牛奶倒入到小锅中 小火加热到沸腾 期间多搅拌几次,防着糊底 倒入到碗中 撇去浮沫 静置冷却 之后表面就形成了奶瓶 轻轻的控制好上面的奶瓶 缓缓的倒出牛奶 但不要全部都倒掉 需要留一些牛奶来支撑奶瓶 倒好之后就像这样 姜奶瓶和牛奶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三个蛋清 在100克左右 挤入少许柠檬汁去腥 再加入35克白糖 搅散 再加入35克白糖搅散 过筛两遍 一遍过筛到碗里 另一边直接过滤到有坚准的容器里 轻轻拨开点奶瓶 将液体缓缓地倒入 这样第一层的奶瓶就顺利地浮起来了 水烧开后上锅增14分钟 时间到了取出来 检查一下 插一根牙签 不倒就说明熟了 静置放凉 再盖好保鲜膜 放到冰箱中冷藏3小时以上 这是最终冷藏之后的效果 表面皱巴巴的 最后在表面放上些自己喜欢吃的 装点红豆 果仁水果之类的都可以 装饰完就可以开始美美的享用了 细腻香甜入口即化 还有超级浓郁的奶香 天气热的时候 来上一碗冰凉的双皮奶 简直是太赞了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做起来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